大家好,今天是4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明报》2点半新闻 一如先前所料,亨利医生在今天的记者会中宣布放宽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由星期五开始,企业不需要硬性检查进入者的疫苗卡 但医护人员必须接种疫苗的规定仍然有效 首席医疗官亨利医生透露,目前的个案中有75%属于感染力较强的BA2变种 污水的测试也显示过去两星期的病毒含量稍微上升 但亨利医生指出,整体疫情数据正在好转,故此是时候放宽防疫限制 今次也是亨利医生和卫生厅长迪德安两人 两年以来最后一次举行的定期疫情记者会 由星期四开始,省府也会停止每天公布疫情数据 改为每星期公布一次 通理琴行是大湾地区最大的名牌钢琴会种 过去五十多年来为大湾地区千家万户提供最优质的乐器和音乐教育 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卫生官员今天讲到第三针疫苗的接种 70岁或以上的省民 55岁或以上的原住民 以及免疫力脆弱的群体 在接种了第一针加强剂之后的六个月 就可以优先接种第四针疫苗 也就是第二针加强剂 具体安排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公布 其他年龄层的接种也会顺序进行 直至4月4日 BC共有59.5%的人接种了第一针加强剂 省府其后说接种第四针的预约邀请 今星期会开始发出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欧洲品牌的智能助听器 现在他们还在做着圣诞新年大优惠 只扣最高可达半个 听力有问题 快点来Landstown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李智联博士聊一聊 在本拿比经营了 差不多有50年的华人农场 Hope on Farms 最近宣布永久结束营业 对农场有所认识的 本拿比华瑞市议员谷元说 除了经营者年纪占大 希望退休之外 气候转变 比于在去年出现的长时间酷热 也都令慕农难上加难 据谷元介绍 欧安的所在地 本拿比的东南角 原本是飞沙河边一片帝华沼泽 白人农夫根本不懂得如何耕种 但华人有种植水稻的经验 经过辛勤努力 还欲将这片沼泽转化为玉土 那地是有种植物的植物 所以很很冰 很很冰 很很冰 很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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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m when chinese farmers they they were kind of pushed to land that the european settlers didn't know how to farm because of how racist the um rules around who could lease land and who could their own land was so these chinese farmers from their experience of farming on rice paddies they were able to take their experience and apply it in this very wet farmland 洪岸是這片土地其中一間最大的農場不能夠經營下去 谷員說確實令人感到惋惜 唐人街昨晚發生三宗縱火案 溫哥華事件正在調查 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請致電預約聽力測試 唐人街昨晚發生三宗縱火案 溫哥華事件正在調查 溫哥華事件正在調查 市警說暴行巡邏的警員在緬街夾騙打東街 發現兩個垃圾桶起火焚燒 兩個小時後 第三宗縱火警又發生在附近的地方 幸好沒有人受傷 說什麼 這些磅布鎅 你不想拿來示範一下 這些磅布鎅是不會入火的 我給你見面 這些是燉火磅布鎅來的 它從這裡燒來的 你坐在這裡 這裡是怎樣 它這些木頭 燒這些木頭 燒這些木頭 燒木頭 燒這些木頭 這裡燒來 我這裡也不會燒得那麼重要 我這裡那麼多菜也不會燒 對不對 你看 這裡那麼多菜也不會燒 它在這裡燒的 眼直就在這裡放火的 這裡這裡 只有這些木頭 而溫哥華副警察總長 周偉宜昨天說 華埔最近的圖鴉升了300% 市警正加以對付 她還展示一批 在周末檢獲的朋友館 周偉宜呼籲大家 解如見到有人損毀財物 要立即報警 溫哥華明天4月6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天晴 稍後會轉為晴雲雙間 近水地區會吹每小時30公里的東風 溫度最高有12度 UV指數有5強度屬於中等 晚上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6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 昨天說 各省各地區應該馬上籌備好 讓市民打第二支加強針 即是第四針 委員會建議各省政府 先為80歲以上人士接種第四針 另外衛院也接種第四針 此外委員會強烈建議 70歲至79歲人士接種第四針 委員會也考慮 應不應該為50歲以下成人和青年接種第四針 接種第三針和第四針間隔是6個月 安省衛生廳長葉麗亞 今天即時回應 省府計劃很快向60歲以上市民提供第四針 葉麗亞說 明天會公布一項第四針的接種計劃 她說 我們的醫療顧問建議 我們要給安省60歲以上市民提供額外的保護 我們將會提供有關細節 更多詳細訊息 但60歲將會是市民可以接種第四針的年齡 安省的第四針 現在已提供給長期護理和養老院的院友 和免疫力較低的人使用 安省計劃向60歲以上人士提供第四針 是遵照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的最新建議 衛生廳長葉麗亞今天也說 省府政計劃擴大抗疫口復藥Paxville的分發點 她說將會將現在的26個分發點擴充 並可能將藥房也都把握在裡面 她指出 也會加強公眾教育 比市民更加了解口復藥 明白到有哪些人士是適合用口復藥 安省確診轉人數今天升上1,091人 和上星期二790人相比增加40% 安省今天確診1,991例 但由於核酸檢測受到限制 實際確診數字可能是10倍 還以為安省沒有來表示的時候 誰知省長度假福特在這幾天便頻頻出招 繼昨天宣布減汽油稅6個月後 今日又公布會將最低時薪 由現在的15元增加到15個半 10月1日生效 而一個每星期工作40小時 只收取最低時薪的工人為例 當最低時薪調高5毫子後 一年便可以多賺1,768元 而且以後每年秋天 省府都會按通脹來調整最低時薪 不過這一切一切都要等到安省進步保守黨 在6月省選贏出來才算數 福特對工人的態度真的忽冷忽熱 記得2018年他剛當選省長後 因為擔心商家負擔太重 廢除將最低時薪提升至15元的法案 而只是將時薪增加35先 但過去半年他突然很關心打工仔 夠不夠錢開飯 先在去年11月宣布將時薪增加近1元後 今天又說要再加5毫子 其實民生是今次省選中的關鍵議題 幾乎所有政黨都承諾 只要他們當選要加最低時薪絕對沒有問題 例如安省自由黨 就會在2023年前將最低時薪加到16元 另加10日有新病假 新民主黨就會在10月1日前將最低時薪加到16元 然後在2026年前慢慢加到20元 但根據安省生活工資網絡2021年的報告 最低時薪要有22.08元才可以在多人多生活 香港今天有16宗輸入國安 包括早前解除金飛令的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法國 其中卡塔爾航空由多哈出發 和國泰航空由孟治斯特出發飛到香港的航班 由於各自有3個以上的乘客在抵抗之後確診 觸發追溶斷機制 相關航班由明天起至今月12日停飛7天 另外的3宗輸入國安分別來自加拿大、澳洲和法國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說 現在輸入國安的情況在預期之內 當局會嚴修外防措施和密切注射全球疫情 另外他說政府要求全港市民在今月8日到10日 每日致願做一次快速測試 並在24小時內呈報陽性結果 歐嘉榮說快速測試平台每分鐘可以處理到1000宗的個案 相信到時可以應付到大量市民情報 特首選舉提名期今月3日展開16日結束 但到現在除了有人說不參選之外 還未有人說會選 不過現任行政會議成員、自由黨的張依然就說 市民即將知道參選名單 他又認為李家超是屬於稱職的人選 另一個行會成員、民建聯的葉國謙者認為 下任特首需要有管治威信和團結各界 他又說林鄭月娥放棄競組的決定合適 說他雖然是好打得 但作風得罪了不少人 以及缺乏推心自覆的朋友 如果去連任或者會面對反對聲音 另外有消息說中聯辦明天約見了部分的選委會委員 據了解選委會當年委員、立法會仍將國軍、陳永恩等 今天下午去到中聯辦交回檢測樣本 如果檢測極過陰性 明天將會與中聯辦的領導見面 或者會談到特首選舉 而聖傳參選特首會政務司長李家超 下載由何文田的預所去政府中部 在座架上向在場的傳媒揮手 沒有回應提問 今天是清明節 雖然正值第五波疫情 但不少市民都依革去數目 不過今年的人流明顯少於上一年 市民為了數目都不怕辛苦 有人戴著兩個口罩 也有整家人穿著保護衣 疫情都要過生活正常 有什麼擔心 都要這樣過 我們為人子孫 這些都是責任 其實一年一度來看先人 都不要承認疫情 疫情都幾年了 如果是這樣就平頓了 戴多個口罩 和保持人與人之間 不要走那麼近 距離遠一點 都是做平時防疫的方法 都是戴上口罩 打齊針我覺得是OK的 辛苦嗎 妹妹 辛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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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有什麼防疫措施之類 沒有 洗手 搓手液 火酒 塞紙巾 沒有什麼特別製品 就是水果 我自己買些齋 還有衣包 有些好嗎 好 好 今天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很多謝舉哥文化服務基金 在這段時間 他們真是不勞辭苦 這樣去為大眾服務 曾死明先生差不多每天都跟我聯絡 令到我都很感動 所以都打很多電話給朋友去支持 一夫百姓 好像我兩邊的這兩位 Miss Hong Kong 又美女又有愛心 他們都去支持舉哥 令到有些朋友 在這麼艱苦期間得到幫助 真的很難得 多謝你們 今天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